大家好,我是台大社公司四年級的學生,我叫佑林 籌備這個品牌其實已經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是在最近成立法人 跟剛剛那個DISTO一樣,現在是台大社公司的房子 在開始講我的簡報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在講的過程當中也會問滿多問題的 大家可以就是有約回答一點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曾經有想過要創業嗎? 有想過創業的舉手? 喔!還蠻多的耶,比我想像中的多 OK,其實我是一個從來沒有想像過要自己會走上創業這條路子的人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我是一個社工系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以前是非常仇視創業的人 或是一些大資本人,可能我以前最討厭的第一名人 我可能是郭台銘,就是可能賺很多錢 然後就是讓從上高度的基本主義的密集 因為我就是一個面對工作 然後我看見這個底層非常多的弱勢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跟我完全不同的路 我不應該是每一天在想說我要賺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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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然後我要用怎樣的手段讓我的商業可以極大化我的利益 然後在這個極大化利益的過程當中,可能會破壞到我的社員 這件事情是,我以前一直覺得,這個領域一定是跟我格格不入 但後來才發現其實,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接觸到了社會企業之後 社會企業它是一個專門為了社會上的問題 來去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成立的一個企業 那同時可以兼顧盈利,同時就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相信在座應該有不少人 因為現在的社會企業是非常流行的 相信大英國很不了解 那我會開始這樣子一個企業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年參加了台信銀行辦的一場比賽 那一場比賽呢是讓兩岸的學生 台大學生跟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做交流 那時候他帶我們去台中 那在台中呢,我們就參訪了非常多社會團體 那當然這就是我的領域 就是可能我們去參訪的一些小型的作業所 譬如工廠,就是這些專門在寫出生肖朋友在裡頭就業的人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像是安養中心、長照中心 或者是類似這樣子的機構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合作的機構 它是理申請文章基金會 它是一個專門培訓喜安兒在裡面工作的一個小型作業所 會有小型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裡面的人數大概不超過20個人 那它是專門在幫忙開辦做工藝手工肥皂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在座有沒有人做過手工肥皂 手工肥皂 然後還蠻多的耶 對,我那時候就想說做手工肥皂有什麼好難的 然後就去了就去做酒 然後就搁搁搁搁,搁十分鐘就覺得 喔?幹! 好痠喔 對,然後就很累 但那時候帶場的安養 他們看到我累了之後 就很主動地替補了我的位置 然後來去很熟練的 把手工肥皂後續的傷斷 然後又麻煩又費力的製成完成 那時候我就站在旁邊這樣看著他 然後在那邊很帥氣的腳 所以不知道是我的心理做 其實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那時候會覺得說 喔其實手工照對一個社團來說 並不是真的是重點 而是那些哈爾們 他們能夠在做手工肥皂的過程當中 能夠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獲得他們的職業成就 或甚至是他們能夠在這個社會上面 得到一種角色的任何 但是這樣子的社服團 他卻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 就是上面列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這個社會企業就是 希望可以解決工業手工肥皂的社服團體 在研發、品管、行銷、品牌 還有各種通路上面的這樣子的企業 那我今天其實不想要花太多的時間 在講解我們的品牌 其實大家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業 或是我們的形象網站過來上線 可能會比較專注在那個 我們創業過程的經歷的分享 那像這個圖片就是我們會 我們會教他們做一些 手工肥皂專業的技術提升 像拉花 那因為我們的據點是台中 我們選定了台中當地的 三位小農的朋友跟我們做合作 這包含了時尚的米、釋迦跟金針 那我們在跟這些草農合作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個專業團隊在研發 如何讓這些農作產品 可以成為一個方便入造的形式 同時又可以帶給肥皂一樣不同的效益 比如說大家應該都有吃過釋迦吧 釋迦的果皮跟果泥之間是有一層果紗 等下要放在手上去抹取它 就會有一層紗 那層紗在我們提煉出來之後 入到肥皂 你在搓洗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因為有那層果紗的關係 可以讓你的角質層被那個果紗抹去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小農素材的提升 然後把這樣的技術移端給社工肥皂 可以讓他們去學 所以像剛剛前面的那個畫面 就是我們教憨兒做口中肥皂 那像這就是我們合作的 釋迦小農之家的小農 那小農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台灣的氣候都會改變 如果下大雨 隔天又出大太陽 其實對水果來說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氣候的不穩定會造成 比如說釋迦 它可能會開嘴燒 就變成很嚴重的裂果 我們跟小農的合作 就可以利用他們的農產的刺激品 然後來去做農產的加工 來做入造的部分 那像這個就是在台東池上的東西 那其實我在跟這些小農們 合作的過程當中 是還蠻有感觸的 就是實際的去走訪台東當地 去拜訪那些農田 去跟那些小農們一起採金生花 一起去收割稻米 一起在庭院裡面吹著風 然後吃著晚餐 那這就是我們研發後來出現的 一個手光料理 這是首先的第一滴產品 那在我們研究研發技術移轉的過程當中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想要跟 海中當地的民宿販店做合作 但其實哈爾他們的手部的動作 沒有辦法那麼精細 像我現在很輕鬆可以拿起一個 用來透風 可以拿起一個簡報筆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要把肥皂拿起來 然後再拿切造器去切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產品 改造成現在畫面上的這個造絲品 造絲品是把肥皂就是磨成造絲之後 在用霧面的玻璃瓶裝起來 那它其實優點是非常多的 就是它是一個專門為了哈爾良生設計的一個產品 那造絲的設計可以讓消費者 沒有使用完 都可以整罐輕鬆的帶回家 你可以想像一下你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你去飯店房間裡面 用完肥皂之後 你覺得好漂亮喔 可是你也拿不走 因為你昨天可能那個都還沒乾 軟爛在那邊 那這個造絲品就可以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同時如果今天房客沒有把肥皂帶回家的話 那一塊瓶子留在飯店裡面 也可以由業者統一回收 那每一個月團 就有好幾百瓶好幾百瓶的玻璃瓶 可以回收到我們單位 我們再可以做重新使用 所以這個產品的研發 先是先從哈爾良的解決哈爾良的問題角度出發 那同時間又可以兼顧一些自然啊 環境或者是一些密浪費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裡面的產品 是用台東當地的小盟的 時尚的基因來製作 那講到這邊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 我是在我們的團隊負責做執行長 跟產品研發部門的工作 那因為我自己是社工背景 所以我就是親自去教那些哈爾做黑照 那那時候其實我很擔心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哇 雖然已經改了很好 然後要這樣用膜了 那其實 哈爾他們的頭腦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指令的動作 你現在跟他講說 你要輕輕的膜 然後觸度要夠快 然後那個絲才能夠細 不然你不能就是一直突 一直突 它會變成很粗的造勢 那在裝品的過程或使用的過程當中 就沒有那麼符合我們剛出的產品設計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跟教保員做討論 然後也一直很擔心 他們有可能會做不來 那直到實力我們去操作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還真如我所想的樣子 搓一搓一搓一搓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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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在我們持續的告訴他們 然後持續教他們的過程 然後跟他說輕一點 然後想像一些動作 是有辦法讓他可以學習的 然後就這樣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當我看到我們的魔造器的底下 一絲一絲的細的造絲 慢慢慢慢慢慢這樣子被我們 那些哈爾從手上這樣留下來的時候 我當時真的非常感動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 是不是我們多慮 是不是我們有時候想 那些身上的朋友們 他們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是沒辦法像我們一般正常人 有這麼快的學習方式 但其實不一定 只要你在旁邊 那你就能陪伴 你在他旁邊 就是花很多心思去教他們 他們總是也有可以學會 像我們一樣 有良好正常的一個工作能力 因為他們並不是一個 在這個社會上面 就一定要像現在這樣 可以大家貼上一個標籤 可以大家好像認為 它是一個特殊的 然後我就是要花很大筆的 全去捐助他 我是要用愛心慈善的方式 來去消費他們的產品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這個品牌 跟哈爾他們的合作 我們一樣可以做出相對質感來說 並不輸給目前一般市面上品牌的產品 同時又具有創新的價值 又可以解決他們自己在自己上的位 這才是我們這個產品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故事 那 講到這邊 所以可能我要轉換到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 你們有想過我們台灣現在 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我想聽幾個形容詞 隨便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嗎? 比如說 很... 蛤? 充滿希望 還有嗎? 不斷改變 還有嗎? 多一點 多一點 隨便行東西 你覺得很小 很熱 什麼都可以 好 沒關係 其實我上了社光系之後 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到底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裡 其實這是一個爛到不行的社會 為什麼這是一個爛到不行的社會 因為 各種社會的問題 各種社會的議題都出現 但是 你有曾經接觸過嗎? 我們每年有九萬件的加包案件 平均在發生 我們每年平均有四萬五千個獨居的長輩們 現在在自己獨居的學者 我們每年有相近三千四百個遊民 但是這個三千四百的數字 相近幾個案應該很了解 最尤其是有百分之九十的黑書 再來 我們每年有一萬六千件的 近親的通報案件 那當然 同時我們全國有四萬件以上的霸凌案件 這是我上了社工系之後 很快很快就學到一件事 這對我來說衝擊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我以前都覺得 台灣是一個不斷在進步 不斷在成長 然後不斷的在 我為了我們的國民的競爭能力 然後一直要提升自己 才幫忙跟別人競爭 但是這些背後的問題呢 到底是誰看見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會想要選擇 走社會企業的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就因為我會有一個非常嚴重 就是非常大的使命感是 我是為了要去解決這個社會上的問題 而去做我現在這個生命上該做的事情 騎士總是無所不在的 不只是上面列 愛滋的騎士 性別的騎士 身上的騎士 我們三三品牌 就遇到一個很實際的騎士 我上次還交點的時候也有提到 那時候拿著我們的肥道裡頭 去拜訪一個全國有點知名的手工道老師 他就不講他是誰了 然後呢 他那時候就看我們的產品 就說 唉唷 蠻美的嘛 剛剛我給你看的那個三個 包包中還蠻漂亮的啊 然後我就補一句說 他對老師 然後我說我們的產品都是憨兒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喔 這是憨兒做的 然後他就突然表情一變 我就看著他說 嗯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啊 如果這是憨兒做的話 我可能 我敢拿來洗臉或洗身體啦 然後我就 一把火在燒 然後我就說 哈哈 我就說喔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那感覺憨兒在做產品 然後就會 有一點好像漏了什麼東西 或是不小心加了什麼別的東西 進去把燈 我就有點怕怕的 然後我火就越燒越旺了 哈哈 其實這些故事是不斷在發生 就連我可能在排到裡面社工周圍 我們只是發育成機會賣個 喜憨兒的手工餅乾 然後我就在那邊說 啊來買餅乾了 然後就有一個阿婆 就 不認識的阿婆 這樣走過去 他喜憨兒的餅乾也當假啊 我就這樣然後就走過去 然後 呵呵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就是 其實總是無所不在的 只是你有沒有去接觸他 然後今天在演講快要結束之前 我想要送給大家一句話 嗯 我覺得這一整年來的創業歷程 雖然當然還有很多辛苦的 或是很多我們團隊吵架的心 沒有辦法再短時間跟大家分享 但想跟大家做一句很簡單的總結是 我們能不能把文字上面的文字 但是不再是文字 而是我們真正去體會那些文字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去把這些文字變成我們的生命經驗 那些霸凌的案件 四萬 我們以前看四萬就好像覺得是四萬 但是你要想 四萬就是真的在每一個縣制裡面的 可能某一個小學裡面發生一起 它就是音 那個數字的音就代表 真的有這樣一起事件的發行 我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跟小門合作也好 在台東缺個風也好 我去解決個社會問題也好 我遭受的歧視道也好 那些東西在以前的我 還沒有堅定創業的時候 我都以為它只是文字而已 而是真的這一整年多的走來 或甚至未來的三年五年 或是我未來可能三年後半去台東的時候 那些東西在我的生命當中 都不會再只是文字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在這一場演講 希望帶給大家一句話是 怎麼樣讓文字不再是文字 而是成為你生命當中的一個經驗 三生不只是一個品牌 而是一個改變社會的態度 我們想要改變的就是 在這個社會上 你的生長朋友遭受到的歧視 用我們的品牌 用我可能兩隻腳 雖然沒辦法演講多少場 慢慢慢慢的走 讓大家看見這個品牌 來改變這個社會 那最後再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在九月的時候 會開始招募實習生 就像剛剛的那個GOSTA一樣 是一個心臟界的實習生 那因為我待會就五點的火車 我就要趕回台東了 那所以等一下有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跟我交流 那如果你有興趣或是 沒有機會遇到我 你也可以上我們的粉絲專頁 或是打我的本名 你又一定也可以找到我 以上就是我的演講 謝謝